上一支影片,我们还在质疑5.6级是否是主阵,没想到几个小时后,日本山田外海突发6.8级强阵。究竟这次是真正的主阵,还是又一个前阵呢? 就在今天下午,日本岩手县山田丁外海,发生6.8级强阵。这是本轮地震序列中最强的一次,阵感覆盖岩手、工程、金森等多地。 这一带自11月8日以来震动不断。我们原本怀疑5.6级是否为主阵,结果数小时后6.8强阵爆发。 那么,这场6.8级,会不会只是更大地震的前阵呢?从4.5级到6.8级,这个地震序列的能量释放明显上升,后续活动仍需密切追踪。 强阵之后,滑坡、液化、建筑坍塌等二次灾害风险增加。请沿岸地区民众注意官方预警,远离海岸及危险建筑。 请严守,工程沿岸民众警惕,强阵后可能引发地表裂缝、山体滑坡、沿岸波动或建筑结构损伤。 保持冷静,准备应急包,关注JMA与地方政府最新通告。 Stay safe,保持防灾意识。 如果你也在关注日本地震序列,请订阅频道并开启小铃铛,第一时间掌握全球灾害动态,与小林一起追踪真相。